有一名31歲的孕婦 在昨天上午11時左右 去了屯門醫院的急症室求診 當時她報清身體不舒服 在日前自行量度體溫時 曾發燒 急症室分流站的同事 幫她量度體溫 當時她沒有發燒 接受了初步檢查後 孕婦被安排送往內科病房留醫 截至晚上 這位孕婦的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 有初步結果 證明她是初步確診 醫院馬上安排了她轉到隔離病房 接受緊密監察 暫時孕婦和胎兒 目前情況是穩定的 因為這位孕婦已經懷孕39週 所以屯門醫院已經根據指引 幫她制定了分娩和嬰兒出生後的處理方案 在知道孕婦初步確診後 屯門醫院把這件事件通報了 去衛生防護中心 亦展開了留憑病學追蹤 孕婦在醫院期間全程都有配戴口罩 以及配合我們醫護人員的指示 另外有10名曾經與該名孕婦 入住同一個病格的內科病房的女病人 就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需要隔離檢疫14天 孕婦亦曾經被安排送往產前病房進行檢查 全程都在單人診診室做檢查 所以沒有其他病人會被列為密接觸者 屯門醫院也仔細檢查過員工的記錄 初步確定曾經與這位病人接觸的員工 全部都有配戴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 所以沒有員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處理這類報稱曾經發燒的孕婦 一般的做法我們會安排入住隔離病房 而這次的個案 我們安排了孕婦進入一般的內科病房 並且需要轉到不同的地方接受檢查 這個做法其實就不太理想 屯門醫院其實現在是認真檢討孕婦入院的流程 都希望找出改善的地方 對於有病人因為這個情況 而需要接受隔離檢疫 院方感到抱歉的 東網想你看新增了賺分任務 每天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BOTCCCOIN 獲取豐富獎賞